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但让我们自己出息 我们也是要祷告呢 神使用我们 让我们积极地说 神啊 通过我的生命能够影响我是周围的人 告诉你旁边的人说 你有影响力啊 对嘛 每天我们都为很多人接触 神把这些人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呢 有他美好的旨意 就是要我们借助我们的生命啊 向他们发光 主体爱教的能给赛名向你人来发光 阿们 来 我们大家基督我们要做一个祷告 慈爱的天父 谢谢你赤下美好的一天 让我们能聆听你的话语 我们祈求你敞开我们的心 祈求我们能领受主你宝贵的话语 在我们能领受的宝贵的话语 不但让听我们也能够活出来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道 向主耶稣基督的名道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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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明天就是五孙节 我许在我们当中的有一些不晓得 今天我们要非常的强调呢 这个五孙节的这个意义 那基督教所过的每一个节日呢 都是有圣经的依据的 那基督教说 过来每一只祭祀都是有圣经的依据的 都是与救恩有关的 大家都很熟悉 圣诞节 对嘛 就是纪念耶稣的诞生 宋曼节呢 就是纪念耶稣的受死 复活节呢 就是纪念耶稣的复活 然后呢 接着我们就有看到耶稣的升天 就是纪念耶稣的升天主 今天早上呢 我们特别的要强调的就是五孙节 所以今天我们所要强调的就是五孙节 就是纪念圣灵的降临 大家说圣灵的降临 大家说圣灵的降临 也就是纪念圣灵的那一人 我们是五孙派 我们相信圣灵的运作 我们是相信圣灵的运作 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电 那我们要去明白一下五孙节是一个怎么样的节日 那为什么在五孙节这一天呢 圣灵会降下 那到底有着怎么样的重要的意义 我希望弟兄姐妹 当你们回家的时候 也会打开就业的立位记的二十三章 因为在这一章里面有记载到五孙节的来历 是以色列人的节日 那我们时刻也从报章上去看到呢 在这以色列国家 他有正在面对很大的挑战 那只要台信仆或听信仆才可以到达 其中的以色列人能有罗将写 那以色列按律法的规定呢 他们一年要守三个重要的节日 就是以色列人能以安置的六孙节 以能接二就要修三个动有的节日 那三个节日就是玉岳节 那三个节日呢 第一就是这个主网节 那第二就是五孙节 那第二就是五孙节 第三就是祝盆节 那玉岳节我简念的就是要解释 就是说神拣选了摩西要带领的以色列人 从埃及进入应许自己 可是我们发觉到呢 埃及的国王法老王呢 一直的拒绝这一个要求 他们就经历过十个灾祸 那最后的一个呢 就是神 分布摩西说你要告诉我的百姓呢 要宰杀那个羔羊 把雪涂在门框上 因为这一个灾祸就是大高天 他能够摩西的灾祸 因为天使祭杀埃及的长子的时候呢 见到这个雪季呢 就越过这个门 因为那些灾祸就是大高天使 他能够摩西的爱极这个国 如果每一回头生的惊 他就是要来带到 如果还是带到这个门框有火 他要给火 它就会带到 就会带就对了 好 谢谢 那么五孙节我会 后来会比较详细的来分享 然后祝坟界的就是纪念 他们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 他们都没有固定的定居 他们是住在这个帐篷 这个乘客就是大高天使 他能够到这个旷野来 不就会出爱极了嘛 他能够到这个英雄之地 他能够到这个旷野走来走 他总是没听过 他能够到这个旷野走来走 所以就是旷野走来走 大家说三个重要的节日 哪三个呢 约月节 然后五孙节 然后五孙节 第三就是祝坟节 这三个节日 对以色列人还是非常的隆重 所以这三个节日 以色列人都要到圣殿守这个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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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纪念神对他们的恩典来敬拜赞美神 所以只为了要来祈念上帝 对以色列人的恩典来敬拜上帝 那带着三个节日中还有其他的节日 就是约月节的第二天叫做除焦节 所以就是煮沃醉 跟第二天叫做得干嘴 那就是他们要吃五焦饼去天 所以得干嘴就是等于人家吃这一款 拼搅着来搅着 我们知道我们如果做蛋糕的话 要它放它 要它当起来 就是当时做鸡 还是做鸡 要是做鸡 要是做鸡 要是滑起来 就得干嘴就是干嘴 干嘴就是干嘴 因为当时候他们匆忙的离开埃及 所以没有这个时间 神也是很清楚的吩咐他们说 你们要吃这个胡椒饼 要吃七天 所以当时上帝经清楚 主是吩咐制作意识略 当时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 要吃时间很高 所以上帝也是吩咐他们 但他们要吃这个胡椒饼 要吃七天 这个七天也是代表这个罪恶的象征 其实这个鸡的意思就是 代表了罪恶的象征 那主愿意的话 以后我们会更详细地分享 然后呢第三天呢 就是初手节 这第三天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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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初食罪 他们是农作为生的 就是说呢 有看到那些 他们所种的 要结果子的 那这些两天就是 正常为社的 所以这些 是色的 就是这些初识的 意思的 那初手节的 第五十天呢 就是五十天 所以初识就是 他人们叫色 这个意思 所以对五十天 或者初识的 对五十天就是 叫做五十天 那对犹太人来说 是有两个 重要的意义 所以对犹太人来 打击这些 有哪个 真大的意义 第一是 农业的崛起 那我以前很久以前 年约的时候是 住三八了 那时候我的阿公阿嬷 他们有种菜了 有养猪了 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了 全都没有人 习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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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 而其次呢 犹太人也相信这一天呢 以色列人的建筑呢 民族领袖摩西呢 在西奈山上呢 领受了十天 有吗 你们有看世界吗 这些是北太国的摩西呢 在西奈山 同时那边得到两块十百 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 也是感恩律法的纪念日 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 也是感恩律法的纪念日 所以如果以上的说明来计算呢 我们知道呢 因为苏非丁十字架的时刻的解释 是以色列人的预言之一 所以啊 现在来生之作解释 来打闹主在打打 其实亚兽定佛事的解释 是以色列人 若勤作解释 那复活节呢 也就是书首节 如果三字熬的 没有三字熬的 就是书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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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五十天之后的 五十天之后的五神节 就是圣灵降临的 因为我杂志熬 才能当当当当时的 我杂志熬 所以我杂志熬 就是自己的无数损 可是我们要去去区别一下 耶稣的诞生 和圣灵降临的 有什么差别 但是那之中 要来慢慢来推 来推 这个 耶稣的诞生就是 出世 和圣灵 和甘灵 有什么差别 我们知道 耶稣的诞生是神 降临到我们人间 就是神的儿子 耶稣降临到人间 那在上两个礼拜 为何分享 现在我们是圣灵的时代 那在上两个礼拜 现在我们是圣灵的时代 如果您已经有真正的接受 耶稣基督为您的基督 神的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 那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这有什么差别呢 耶稣的降临是以人形的降临在马草里 就是耶稣的降临是 圣灵的降临是没有任何的形象 但是圣灵的降临是没有任何的形象 但是圣灵的降临是没有行使的 没有让耶稣自己能 站到我们的名堂 所以那是圣灵是站到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里 那是圣灵是站到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里 圣灵来是要把救恩呢 实施在每一个人的地方 这是圣灵的段 revelation 帮申 can also be called 圣灵来是要把救恩呢 实施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那真正的实现 以马内力的应许 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但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呢 祂不单只是在教会 我们回到我们的家 我们去工作 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 神的灵与我们同在 也告诉旁边的人说 神的灵与你同在 对嘛 如果有时 灵在你的心里面 他会提醒你 他会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什么可以看,什么不可以看,什么不可以看,什么不可以看。 今天当你打开这些智慧手机,什么东西都出来。 不单是新闻,那些裸体,什么没有穿衣服的全部出来的。 当你有神的灵在你的心里,神的灵就觉得你,诶,罗顺臣你不可以看。 这些是神的灵在你的心里,什么不可以看,什么灵就在我们的心里。 所以神的灵在你的心里,这是何等的恩典。 所以我们赞养圣灵的降临。 那到底圣灵是怎样的降临? 那告诉圣灵是怎样的降临? 他的降临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恩典? 我们如何能够像当年的门徒一样的得到圣灵的能力,来为主做见证。 那组合要求当年的门徒以人变以后,得叫圣灵的灵力为主做降临。 所以今天我都要以非常地强调,五神界圣灵的降临。 我们要一起地来学习圣灵降临的真正的教训。 所以在结识之前,我们要邀请那些在我们当中的,还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我们要为祢祷告。 有一次跟我说,牧师啊,我以前有,现在已经很久没有了。 圣灵充满的这个印证呢,就是我们能够讲话的。 就是圣灵充满的印证,就是哪有被圣灵充满。 昨天晚上呢,我们有为很多的女人来做祷告,也有好多的对圣灵充满。 上面就是,跟祢会有为真正人来祷告,还是有真正的教训。 在他们也有邀请我们,可是我们说,在我们当中的好多年讲的,我们就在聚会为他们祷告。 那耶稣复活四十天升天呢,门徒就在等待十天圣灵的降临。 圣灵在一个纪念丰收的吉日降临呢,是因为圣灵的降临会带来灵性的丰收。 我们要问自己一下,我们自从我们信主过后,我们的灵命如何? 你会觉得很丰盛吗? 还是你会觉得很丰盛呢? 还是你会觉得很丰盛呢? 就是圣灵在这个教训中的丰盛,没有什么丰盛呢? 真正的,有被圣灵充满的,丰盛的圣灵。 这些有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是有丰盛的圣灵。 你看圣灵的降临之前,耶稣怎么对门徒来吩咐? 所以当圣灵的丰盛,耶稣如何对门徒来吩咐? 那来,圣灵充满的章的8到9节。 那来,圣灵充满的丰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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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盛。 圣灵充满的丰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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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盛。 大家说,得着能力。 而不是能力的去打架。 这个能力是要过得圣的基督徒的生日。 这些能力是要过得圣的基督徒的生日。 等到你和我面对试探的时候, 我们面对考验的时候, 那圣灵会给我们能力。 我记得在很久以前,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含虚很害羞的。 主持牧师,在圣灵的时候,其实也在圣灵的丰盛。 我不敢跟人家讲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跟人家说,我去看看,我去教会看看。 不敢跟人家讲我是一个基督徒。 可是当我被圣灵充满过后呢,我充满着喜乐。 我敢敢的对人家说,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跟人家说,我是一个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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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还没有的,我们希望你也快快地来接受耶稣。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吩咐门徒说,你们要等候。 但是耶稣吩咐门徒说,你们要等候。 那么门徒就在主圣天后呢,为耶稣吩咐常聚合在楼阁同心合意的恳切的祷告。 所以当时,门徒以南退到主圣祈奥,以南出会二十六三年, 六一组多志的楼阁。 那些国家说,我们要等候当心合意的报告, 丁候教练及康队。 那来,社会前面,你来做。 那来,继续来看自己的经济制造行政, 对耶稣,对十二十九,对十四十十九。 有一个说,这就是说, 你二十六三年不向一无, 我们是一个可怕的流天, 但是,当时,门徒从哪里去二十六三年去, 成了生,就成了说, 起来的一位老邦, 到哪里,有必要的一行, 要命国, 安的力会比, 多马, 多多罗马, 迈马太, 一力会的日子, 命国, 杭水, 当的西门家, 命国的日子, 由台, 先生人, 当当做, 会解父亲, 或亚素的母亲, 马里亚, 并亚素的地下, 都当心合意的, 行脚祷告。 两个重点, 我们要看的是, 看到这些门徒们, 他们聚合, 他们带着怎样的心态。 所以, 一家精动有解, 正面人要来注意, 他们拥有什么心态, 就是当心合意的, 行脚祷告。 Amen! 所同心合意。 还有恳切地祷告。 就是说, 他们很认真, 他们很坚持。 就是说, 他们很认真, 他们很坚持。 所以, 今天早上呢, 你我都要有这个两个条件。 所以, 今天早上呢, 你我都要有这个两个条件。 如果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呢, 我们要同心合意。 就是说, 我们要有渴慕的心。 就是说, 我们要有渴慕的心。 就是说, 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 就怎么样的, 圣灵怎么的降临。 所以,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 这样子就要跟我们一起看自己的经历。 就是说, 西徒行动对自己的经历。 对自己的经历, 对自己的经历, 我从最高流。 我从最高流。 中二度, 木头就组织就直接出。 后症, 从起着有香辖下来, 海中直政大方出过。 从和牙去他们所做地屋子, 又有借头如飞扬 Tiguan, 将行出来。 崩开落到他们 cas não, 中一。 他们就被山林从和, 昂到山林所持的口菜, 随去白隔地活来。 所以圣灵的降临呢 第一个现象是天上有大响声 在第一次的时候 就是要吸引这个聚集的众人 在就业的时候呢 如果你有查阅圣经呢 每一只神的简介呢 都有极大的响声 雷声闪电 如果三分岁时 就在当天呢 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都看见 这个特殊的现象 第二就是好像一阵大风的吹过 圣灵不是风 但好像一阵大风的吹过 风是为了防止你的人 感觉到圣灵的降临 所以有这个风吹过的感觉呢 就是要违力和防止来 为一个人感受到 求神灵的降临 那约翼翰福音第三章第八节呢 耶稣说 风随着意识吹 你听见风的响声 却不晓得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还从圣灵生的 也是如此 所以第三个人就叫舌头 你们有舌头吗 你们有舌头吗 你发现到呢 我们有一双眼睛 一双耳朵 一双臂口 还是舌头只有一个 舌头很厉害 因为我们可以用舌头来骂人 用舌头来赞赏人 因为我们可以用舌头来骂人 我们可以用舌头来赞赏人 经节告诉我们 如同火焰的舌头 就是如有完全的洁净的能力 使节门徒的心 那些曾经有被圣灵充满了 有些时候你会感觉 有一个热度呢 在你的心里面 圣经的记载是说 这个火焰的舌头 就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 所以当时的记载就是 这个下令族 宣扬的 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 那我们也看到 他们彼此和好 同心和意 没有各个的私心 所以当时 他们的这些人 就是当心 下意 没得各人 行各人的这些心 那就 说出别国的话以来 当时 他在下令 降令的时候 他们就说出 这些八国的娱乐 当时他们没有去学过 别国的原因 当时他没有去学过 那些数算的时候 大概有15种相谈 这种方言是真实是让人听得懂的原因 内容和意义都是在讲述神的伟大 内容和意义都是在讲述神的伟大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讲方言 所以就是意识最大 当时在讲述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来讲述 所以不要怕 所以不要怕 我们开始用口叹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不要怕 就是爱开嘴来赞美主 阿们吗 阿们 感谢主 我们看到呢 这个果效是什么呢 就是彼得他之前是否认主 可是当他被圣灵充满过后 他很有胆量的来正道 所以我们推到 这个下令当令的时候 有什么情况的过后 那是他自己的逼迫的 他当时 阿们 也当时 听着自己的时 他已经是 闻着亚数三败的 但是他被圣灵充满过后 他就有这个大量 来讲述 所以当时 他被圣灵充满过后呢 他站起来为主正道 他就会这样 大大 站起来为上帝来讲述 谁给他这个胆量呢 就是圣灵给他这个胆量 因为当天有三千人来得救 内自在这港 这一道 当日 有三败的人得救 曾经的人 他们扎心 他们治罪 他们悔改 所以 今天我们需要有圣灵的运作 在我们每一趟聚会 所以 圣灵降临的结果是什么呢 所以圣灵降临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给人有能力 是可能有灵力 告诉你旁边人说 神要给你能力 那是平坚人当大 圣灵降临的灵力 能力做什么呢 能力为他做见证 能力为他做见证 能力做什么呢 能力做什么呢 能力能够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 能力来过一个敌生的基督徒的生活 你说他们为 很有胆量的来见证神的话 就是那条约的大量来减允神的 怪不得 犹大叔的二十节告诉我们说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要在自圣的正道上 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所以犹太子 就在十字节 就这样说 但亲爱的在这儿 我们是血弱之神 有些时候我们会灰心 有些时候我们会忧伤 有些时候我们会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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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点头 可是我要告诉你 圣灵会帮助我们 提升我们 给我们壮胆 但是当我们没 ARQ 我们没有打那个时侯 我们会及到ạt 小蝇梦 无边可能是大量 可能是是调才 可能是 espera可能 昨天晚上我们的一位 陈 gang 在说 当족人 祷告的时候 那油 有些时候 摇 祂用方言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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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给我们能力, 圣灵给我们能力, 圣灵给我们壮胆, 圣灵可能有大量, 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愿意的, 在开始赞美祖的时候呢, 祂用的时候我们只能够讲一两句, 那慢慢的就好像婴孩, 我们祂用的时候, 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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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慢慢的我们就得一个持续会增加, 所以如果把这个方言就使用, 一个én灵给你 Trajanow, 和他的渊晓就着了, 这就想, 圣灵的降临不单来只是讲方言的。 我们就要来强调就是,这只是初步的印证。 因为看到查考使徒行传,当他们对圣灵充满过后,他们就建立教会。 我们看到很多的恩赐都被彰显出来。 所以我在此顾虑众弟兄姐妹,我们不可停留。 只是讲方言而已,想为我们预备好多好多的恩赐。 在葛林多书12章有记载这些恩赐, 所以在葛林多书12章有记载这些恩赐。 智慧的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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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智慧的原语。 有信心。 有意志的恩赐。 有威敌的恩赐。 行义能。 先知的原语。 变别的株林。 讲方言,放一方言。 现在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步。 就是我们怎么来领着圣灵的通话。 主持人要做任务来领着圣灵的通话。 我刚才已经有讲到的就是说, 要同心和意的聚集的祷告。 我们要祷告自己。 我们要等候。 让圣灵来做祂的工作。 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阿们。 所以在这个五神节的这个纪念圣灵的降临日。 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要有一个渴慕的心。 让圣灵充满我们。 让圣灵来充满。 让祂的能力在我们的生活中。 让祂的能力在我们的工作上。 让我们依奉神做出美好的见证。 阿们。 弟兄姐妹,你们做好准备了没有? 你们渴慕吗? 你们渴慕吗? 渴慕的举手。 阿们。 感谢主。 我们要唱这首四歌。 我们一起唱歌。 我们很想唱歌。